1885年,德國工程師凱爾賓士在曼海姆製造了一輛裝有0.85馬力汽油機的三輪車,被認為是現代化汽車的發明者。 而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,車子已是人們日常代步的常見工具,路上隨處可見。 而說到車子,我們便不得不想到懸吊系統。 懸吊系統是一台車所有設計中相當重要的一個部分,因為它不僅影響了開車時乘客的舒適性及穩定性,還間接影響了車輛性能。 更因為這個設計,所有機構不會直接承受路面帶來的衝擊、延長的說命。 但是,現在的懸吊系統,如雙AB懸吊、拖連桿懸吊都相當的佔據空間,生產的費用也相當可觀。 因此,我們透過這次的專題競賽,想設計出一種結構簡單耐用,並將懸吊系統結合進輪框內的機構。 首先,我們利用Untrip這個線上進輪軟體,將討論的想法會製成3D模型,再利用3D列印機將所有的零件實體化。 得到零件後,透過實體的塗裝,我們可以了解到有哪些地方的尺寸需要調整,零件會不會強度不夠,以及是否產生硬力集中的問題。 接著,我們使用雷射切割機,切割壓克力板與木板,製作出測試結構用的障礙物與波浪型軌道。 一開始,我們先參照摩托車的懸吊系統,進行設計與不斷的改良。 實際做出來後,我們發現這種結構非常不穩定,而且無法有效的傳動與避震。 因此,我們將驅動輪以外的3個支撐輪,改成滑軌的形式。 基本的動力與避震問題解決之後,我們便開始思考該如何將我們的機構縮小進輪框內。 影片中可以看到,我們的機構已經可以非常順利的運行和進行避震的動作。 但是,我們發現這種設計會因旋臂的旋轉而造成速筆有所改變。 因此,我們透過冠狀齒輪,搭配滑軌的方式,來改善此問題。 我們學習上席的自行避震,也可以用嘴巴的柴呢。 準備好了,再用嘴巴的柴呢。 順路進行避震,鼓梯上展開了еч形的統治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